腾讯体育11月6日讯因为无法在一线队得到出场机会 19岁的伯格巴在2012年选择离开曼联转投游为吐司 前曼联中场弗莱彻周一在电视节目中透露了伯格巴 当时无法在一线队立足的原因,认为他无法遵守战术纪律 也因此无法胜任防守型后腰的位置 伯格巴的踢球风格比较反弱受伤之后 弗莱这一度在乔因斯之教的预备队里担任助教 而伯格巴则是曼联轻逊中最出色的年轻球员 被所有人寄予后望 但在伯格森挥下,他却还有了一线队出场的机会 加之几经纪人教唆,最重离队加盲游文图斯 弗莱彻透露伯格巴无法遵守战术纪律 而只能去踢更靠前的位置 因为我受了伤,所以我倒失去了预备队指教 那支球队里有伯格巴,林加德和莫里森 我们让伯格巴去踢更靠前的位置 我们认为他是那种能够帮助我们取胜的球员 加上他在踢后摇的时候,不遵守战术纪律 弗莱彻指出,只要追溯到一场著名的比赛 因为无法再对布莱克本时出场 他最终选择了离开 伯格巴也在替补席 但教练选择了朴志欣和菲尔琼斯去踢中场 我们认为他在预备队就无法遵守战术纪律 所以也就无法为一线队出场 在对阵博恩茅斯时,伯格巴在比赛大部分时间里的表现令人沮丧 但在最后时刻,他为拉什福德送出了助攻 展示出了自己的魔力 弗莱策认为,伯格巴在进攻时的意识和能力是他最大的特点 他希望穆里尼奥的指甲能够让伯格巴进一步取得提升 且马连中场指出,我希望能够更多的在进攻散区看到他 希望他创造出一些东西 在游文时,他踢左中场的位置 我之前就指出了他和马夏尔之间的联系 伯格巴可以向边路游异,他也可以进入禁区 毕竟他个子很高,如果能够看到他得到更大的自由,会让我很高兴 周三,伯格巴将与队友们一起课场对阵游文 在老特拉福德进行的首回合比赛里 伯格巴和他的队友们表现得不知所措 如果他们希望进入淘汰赛 那么他们就必须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阿贝尔 阿贝尔